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最近頻頻出現在立法院來開會 還說是國會寄生他 讓法院人吳一軒趕緊緩加 是民眾黨新國會需要跟黨中央配合的關係 而最近的支持度民調也出爐了 民眾黨穩定攀升坐穩國內第三大黨 但是對民眾黨的反感度卻突破了五成列拘第一 且幕僚吳靜怡就分析了 這可能跟民眾黨選後的不檢討跟不惜財有很大關係 現在不是寄生國會 現在是國會寄生我 是國會寄生我 可是今天語錄再加一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日前被質疑寄生國會的反擊 操狂言論讓發言人趕緊跳出來換甲 立委從五位變到八位時 黨中央跟黨團必須要高度溝通高度配合 黨部人員也要協助黨團 來回應人民的期待 急忙解釋新國會需要與黨中央高度配合 柯文哲才會如此頻繁到立法院開會 積極表現小草們都看在眼裡 根據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最新公布的台灣民眾政黨偏好 民眾黨創立以來的支持度 從百分之四點九到二零二三年的百分之十四點三 一路攀升 民眾黨看似已經坐穩了台灣第三大黨 但同一時間美麗島電子報也製作了各政黨的反感度調查 民眾黨以百分之五十點四列居第一 而超過百分之五十的反感度也創下三個半月以來的新高 反感度是非常主觀的 對於藍綠傳統勢力的政黨來說 他們會想削弱第三勢力發展的空間 因此未來我們也要思考如何突破重圍奠定第三大黨的實力 第一個選後的不檢討 台北市越選越差到底是出了什麼狀況 也沒有看到這個民眾黨有任何人出來負責或做任何解釋 第二個問題就出現在所謂人事任用的問題 從蔡壁如到楊寶貞都可以顯示出來柯文哲的不惜財 知識度創新高但反感度也暴增 民眾黨要如何鞏固小草繼續茁壯 恐怕還有很多挑戰要面對 記者李洛同廖海村採訪報導